刚出生的婴儿在河流中随波漂流 下游的铁匠正在测试新宝剑 宝剑非常的锋利 轻轻一划树叶就变成了两半 这时他听见了婴儿的哭声 铁匠赶紧扔下宝剑冲入河流 随手一拎就提了一个小男孩 好在小家伙并无大碍 肚子里的泥沙吐出来就没事了 见小男孩如此生命力顽强 铁匠判断他定是一位练武奇才 当即就收下小男孩为养子 并给他取名为水哥 没想到水哥的能力远超乎铁匠想象 下一秒直接就搬起了一块万斤巨石 这一幕当场把铁匠惊呆了 将小男孩抱回村庄后 铁匠打算把他交给妹妹抚养 但小男孩食量太大 一天必须喝八顿饭 铁匠没有能力抚养 只能把水哥喂给野狼 刚刚扔下水哥后几分钟后 铁匠就听见了狗熊的嘶吼声 但想到妹妹根本经不起小男孩折腾 铁匠只能继续离开 可能是觉得太愧疚了 铁匠还是跑了回去 但他没想到的是 狗熊此时已经被水哥干翻倒地 铁匠为了自己的良心过意的去 他决定再次收养水哥 很快五年过去 水哥也成为了铁匠铺的小帮手 为了让水哥继承自己的一波 铁匠这一天决定倾囊向寿 没想到水哥天赋异禀 学习技术的时候 直接将铁匠给干骨折了 多年过去 当初的痴嫩婴儿 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小伙 18岁的他在村落里简直无人能敌 一个不想和他玩耍的小男孩 直接就被水哥甩出几百米 除了力气有些大以外 水哥还精通动物语言 因此经常被村里人当成怪物 随着身体的长大 水哥食量也是越来越大 铁匠知道他已经无力抚养水哥 于是让他到城里打工养活自己 水哥一气之下 稍微一出手 直接就把家给拆了 为了能自己自足 水哥决定上山狩猎 来到深山老林后 他却看见了一位美女 仙气飘飘的样子 成功吸引住了水哥的目光 为了能得到美女 水哥直接上去打招呼 没想到可把美女给吓傻了 一溜烟就跑美影了 回到村庄后 水哥高兴的像个孩子 兴奋的说自己恋爱了 还特意为美女画了一幅画 但村里面的人都不想靠近他 没有办法水哥只能找小猪谈心 小猪告诉水哥 想要得到妹子很简单 只要对着他屁股亲两口 他就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你 隔天一大早 水哥就打算出发寻找公主 但全村没有一个人送行 失望的水哥只好再次回来 村民们这下不高兴了 纷纷出来给水哥送行 目的就是为了让水哥尽快离开 铁匠还送了他祖传宝剑 好让水哥出去后能够自保 很快水哥来到了城市 但守卫看他一脸穷酸样 连话都不和他多说一句 但水哥可是村里一霸 手指只是轻轻放入小孔 直接就把门锁给弄坏了 侍卫看见这一幕简直气炸了 上来就给水哥两个逼斗 但水哥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反手就给侍卫两巴掌 小小侍卫哪受得了这种打击 当场就被水哥给拍晕过去了 进入城堡后 水哥就找了一份工作 还得到了漂亮老板娘的赏识 宁人老板娘一眼看上帅气小虎 因为小虎实在太给力了 几千斤的苹果在他手里 没几分钟就会被他压成苹果汁 小虎无与伦比的力气 让老板娘对他格外的另眼相看 工作几天后 这里的厨师长就不高兴了 因为小虎的到来 老板娘就再也没有看过他一眼 为了赶走水哥这个另类 厨师长决定暗杀水哥 不料却被水哥的跟班小猪发现 厨师长看见有送上门的野味 掉头就把大刀转向小猪 小猪当场直接被吓尿 正要被厨师长按在砧板上时 水哥成功就下了跟班小猪 但厨师长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杨烟小猪偷吃了厨房食物 今天一定要把小猪给宰杀了 但水哥可不会见死不救 直接抱着小猪在地下饭店逃命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口 却是国王准备的竞技赛场 巧的是 在赛场上水哥竟然遇见了梦中情人 但梦中情人的身份可不简单 他竟然是国王的妹妹 水哥的突然出现 一下子打断了国王看比赛的兴致 为了给水哥一点教训 国王安排他与王国第一勇士比武 水哥第一次比赛有些慌张 不会一点武艺的他 还被勇士嘲讽滑掉了衣袖 甚至还在他面前扑了个空 水哥的操作引起了所有人的嘲笑 就连公主也是在台上哈哈大笑 此时老板娘也来到了竞技场 在场的人只有他真心关心水哥安危 还提醒他必须打赢比赛 不然就会对国王砍头 听到老板娘的话后 水哥重新捡起宝剑对付勇士 没想到宝剑消铁如泥 勇士的两件武器都被水哥轻松斩断 为了不让水哥取得胜利 台上的公主突然对水哥抛媚眼 没想到水哥一下子就沦陷了 勇士看见机会来了 趁水哥不备 一棒子就把水哥给敲晕倒在地 水哥倒下的一瞬间 一只螳螂出现在眼前 还不断地给水哥比货招式 没想到就这么一下水哥就领悟了螳螂拳 仅仅一招就把勇士给埋进了土里 水哥取得胜利后 国王就宣布把公主嫁给水哥 不过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水哥必须拿到恶龙洞内的钻戒 因为只有拿到钻戒 公主才会嫁给水哥 但此时的水哥还不知道国王在坑他 因为去恶龙洞寻宝的人 从来就没有活着离开的 但水哥此时是个愣头亲 为了能够娶到公主 他决定去恶龙洞走一遭 临走之时 老板娘劝说他不要去 否则有命去没命回 但水哥只想娶到公主 得到准确地址后他就出发了 不过老板娘还是舍不得他去送死 提出让水哥和他私奔 但水哥根本不知道私奔是啥意思 拿到老板娘给的食物后就离开了 不过水哥虽然得到了恶龙洞地址 但他是个路痴 走到哪里自己都不知道 为了让水哥尽快去送死 公主还暗中特意安排人给他指路 很快水哥就来到了恶龙洞 不过水哥貌似运气非常不错 正好赶上恶龙洞在家 拿到自己想要的戒子后 水哥本想就此离开 却遇见了一枚龙弹 水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想着能拿回去给公主煲个汤 看见水哥返回城堡后 公主简直气炸了 没想到水哥如此命大 但他也没办法 国王的话就是圣旨 他只能暂时答应和水哥成亲 公主为了不与旁边的小伙结婚 他居然串通王国第一勇士 欺骗小伙来到小树林 准备再趁机干掉水哥 水哥非常的天真 以为这是要和公主约会 殊不知他正在喝水的时候 勇士突然扔出一把镖枪 好在被小猪及时发现 用自己的猪命救了水哥 小猪的死令水哥非常伤心 还为他架起了柴火 准备烧油起锅做饭 为小猪立下墓碑后 水哥还发誓给他报仇 这时公主突然骑马赶到 水哥看见公主后 报仇的是立马抛到九霄云外 看见公主愿意嫁给他 水哥非常的高兴 婚礼上水哥还一脸笑嘻嘻的看着公主 就在神父送读完婚礼祝词后 小猪突然活了过来 原来小猪并没有受到伤害 当初那一枪只是砸晕了他的头 身为水哥的好哥们 他不想水哥被公主祸害 于是口吐人言当场揭穿公主的虚伪面具 原来公主并不喜欢水哥 反而经常置他于死地 公主被揭穿面具后 索性当场离开 但作为舔狗的水哥 自然不忍公主离开 声称自己在龙洞拿到了宝物 想要以此让公主嫁给他 没想到公主立马变脸 对着水哥就是一脸笑容 当水哥拿出宝物后 所有人都猛逼了 因为他拿的不是宝物 而是一枚龙蛋 还笑嘻嘻地说拿给公主炖汤喝 就在这时 龙蛋突然破裂 里面一下子就钻出一个小恶龙 水哥非常的喜欢他 但公主不乐意了 直接让水哥交出龙洞内的宝物 但水哥却说这就是龙洞内拿的宝物 公主被水哥气炸了 怒气冲冲谩骂水哥 质问他把洞内的钻戒 拿到哪里去了 水哥非常的天真 直言被他路上给扔了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拿蒙蛋给公主煲汤才是最好的 公主听说宝石钻戒被他扔了 于是蒙发胆意 打算抢夺小恐龙去换宝物 看见公主如此粗暴 水哥才明白过来 公主是真的不喜欢他 而且还是一个大大的坏人 为了不扔小恐龙落入公主手中 两人你拉我扯 差点就把小恐龙扯成两劫 水哥虽然抢到了小恐龙 但紧紧咬住了水哥不松口 就在这时恐龙爸爸杀到 奇怪的声音让教堂内的人开始害怕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恶龙来了 可是当恶龙现身的时候 所有人都笑场了 原来传说中的恶龙 也不过才一米高左右 就在公主笑得合不拢嘴时 恶龙就来到了他跟前 一下子就把公主烤成了焦炭 老板娘为了不让水哥受伤 跑到水哥身边抱回小恐龙 亲自把小恐龙交还给龙爸爸 龙爸爸看见儿子没事 这才满意的离开教堂 而此时的水哥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真爱一直都是老板娘 于是在所有的人祝福下 水哥与老板娘 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